普里镇新大石燕林 东兴一街与明友一街道路路口 因来往车辆众多 时常发生车祸事故 在县议员林芳宇多次邀请县府 以及相关单位回看之后 定日施工单位也到现场进行 路口闪光耗制的工程 在我背景后面是我们八城里的 这一个社区进出的一个要道 其实在这里有相当多的十字路口 试进到社区的这一个地方 后面施工的就是 挤进我们几次的会刊之后 拜托县府的这一个公务单位 做一个耗制灯的这一个警示 让进出的民众能够更加的来注意 注意我们进出的安全 林芳宇议员表示 由于此一路口为社区道路 车辆出入众多 往往一不注意就发生交通意外 因此除了要求相关单位 设置警示耗制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 民众行驶社区道路要减速慢行 才能避免发生车祸事故 保障自我的生命财产安全 其实这个社区里面在三个十字路口当中 常常发生我们的这一个大小的车祸 民众也是相当的惊慌 因为频率太高了 车速太快了 希望进出这边的民众能够减速慢行 确保自己的安全 同时也确保我们这些用路人 以及居民的这个安全 大家互相彼此的尊重 否则的话 设再多的这个警示灯都没有用的 也希望说大家能够爱惜自己的生命 副医长潘一全表示 近日来因为南南路进行污水下水道工程 许多车辆都涌入爬城社区 东西一街 二街 民友一街等社区道路 也希望民众行驶社区道路要减速慢行 避免因为车速过快而发生事故 造成生命以及财产的损失 记者陈维一 普利采访报导